恐怖的这个心理测验又要来咯 最讨厌这个测验 真的 未来一个月 我可以有钱吗老师 好我们一起来看题目 就是逛街的时候呢 把物品先放在储物柜当中 结果呢 要去领取的时候没看见 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有四个选项状况题 A的选项是东西被偷了 B的选项是已经领过了 C的选项是 贵位地区错误 D的选项是开错柜子了 直觉来选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我可以有钱吗 选择A选项呢 现场有方宇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有钱指数是60分 他们呢是会有意外之财好运来哦 这个意外之财是你意想不到的 譬如说发票中奖啦 或是说你的在意外当中 譬如说你去参加一些活动 他可能忽然间有中奖的通知 这会让你有好运而来的 所以你要注意生活方面各方面 只要有机会可以拥有好运的都不要错过 因为未来一个月你的福神特别的强 所以所有的好运都集中在你身上 运用这个月多接一些工作 或是多做一些投资理财 对你来讲也是会有好处 也是会有好运降临的哦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择B选项 可能观众朋友有人选到这个选项 就是已经领过了拿在你的手上 你忘记了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有钱指数是40分 好他们是呢花点小钱寻欢乐 就是这个月未来一个月可能要破点小财了 谢谢你们都把第一份都选中了 要花点钱然后让自己得到一些快乐 可能抒放一些压力啊 抒解一下呀 工作上的这个压力忧愁等等的 可以让你得到一点快乐 所以花点小钱让你破点小财 反而可以让你得到一点放松 或是寻到一点快乐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择C选项 现场有周老师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有钱的指数是80分 他们是未来一个月可以投资理财 而且数钞票啦 他们在投资方面呢非常的有头脑 知道该怎么样的运用钱滚钱的原则 所以未来一个月基本上呢 他们投资会有获利 等着数钞票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选择第一选项 最多人的秀惠姐 然后篤林哥艾菲尔老师 还有黎恩选到这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个月 你的有钱指数是100分 他们是呢财神出现了 而且身边的贵人非常的多 未来一个月好好利用这个身边的贵人 给你一些讯息 告诉你怎么样投资理财 告诉你怎么样赚钱 而且用钱去滚钱身边都是贵人 因为未来一个月财神就在你身边 能不能赚钱就看你怎么运用财神 在你身边的机会了 把握赚钱的机会成为真正的有钱人 给大家参考 谢谢老师